璀璨耀眼也是让许多人前仆后继的想要进入娱乐圈,高价的片酬众所周知娱乐圈没有明确的规则,那么便处处都是。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看似风光无限的外表下,掩盖了多少秘密和心酸。 吴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看似是玩笑话,却道出了娱乐圈这个大染缸背后的丑陋。 女孩子,最好不要进娱乐圈不少男演员们节拍戏,假戏真做是他们的正常发挥,让相对弱势的女演员们苦不堪圆。 一,防不胜防的魔爪刘亦菲在娱乐圈似乎从不缺乏漂亮的女子,但只有刘亦菲能成为大家所公认的。 她的美让人过目不忘,是一种灵动的美,不搅柔造作的真诚与坦荡。 神仙姐姐刘亦菲年少成名,饰演过多个经典的影视角色,人们都沉浸在她刻画的人物当中,却先有人知道,在早期的电视剧拍摄过程中,神仙姐姐也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 平日里优雅灵动的形象,群演面前荡然无存。 拍戏本身就是演员的工作,是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却因为群众演员借拍戏之游习凶的行为,神仙姐姐不得不忍气吞声。 那时刘亦菲在拍摄《神雕侠侣》,张继忠导演对这部武侠大片非常重视,对演员们的要求自然是十分高,刘亦菲自然是十分用心,希望可以把小龙女这个角色演绎好。 武侠片又怎么能少了江湖戏,作为主演,戏份越重配合的群演越多。 无法避免的群演的,还在拍摄中牺牲的事件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素质良有不齐,需要的剧情是小龙女打败了对手,赢了之后需要被群众演员们高高的抛到空中,就是这样一场简单的戏份却暴露了人性的险恶。 有群众演员趁机把魔爪伸向了神仙姐姐的胸部,他们欢呼着不停将神仙姐姐掏起来。 由于人数过多,一时间场面难以控制,刘亦菲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事情发生后,导演张继中非常生气,可是黑手难找,只能把当时的群众演员全部换掉。 不仅如此,在公开场合这种情况也是防不胜防。 在一次现场发布会上,一位疯狂的男粉丝的所作所为让人大逼眼镜。 排上刘亦菲正在认真回答问题,这个时候一名陌生男子突然从台下冲了上来,事发突然,刘亦菲根本躲避不及。 幸运的是,这次现场的保安第一时间冲上来,抓住了疯狂的男子。 刘亦菲膝盖受伤,加上受到了惊吓,被工作人员带离了现场,被男子突倒在地。 戏里戏外演员们都难逃魔掌,无论是没有职业道德的群众演员,还是粉丝们疯狂的举动,都给演员们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柳妍身上,对象还是娱乐圈中的当红明星呢。 柳妍柳妍娱乐圈的,她做过主持人也拍过电视剧,可是性感的身材却一度让她被孤立。 此前,柳妍在包贝尔的婚礼上遭到性感女神,婚礼视频一经曝光就引起了众多网友的骂声。 伴郎团的捉弄 要知道柳妍身穿的伴娘服材质轻薄,浴水就湿透了,可是伴郎团还是吆喝着要把她丢进水里,如此行为震惊我们的三观。 婚礼上,几个伴郎想把柳妍给丢进水里,不仅将伴娘柳妍团团围住,还对她上下几手,最后还是贾铃出马把柳妍给揽了过来,阻止了伴郎团们荒唐的举动。 一时间网上出现了两种声音,有人认为这是柳妍的行为,不足为奇,另外一种声音把矛头指向了包贝尔夫妇,包贝尔夫妇也是十分生气,挺好的婚礼成了大家热议的笑话。 炒作最后还是受害者柳妍先出来道歉,伴郎们在事情发生之后不发一言,集体沉默,平时在荧幕上道貌黯然的,却敢做不敢当,让人大抵眼镜。 事情不断发酵,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伴郎们的事业,反而是柳妍在此风波之后,资源是越来越少,甚至被娱乐圈,性感难道是一种罪吗? 孤立柳妍从未传出绯闻,就凭她的条件,如果想炒作自己,早就绯闻不断了。 她靠自己的努力,拯救了贫困的家庭,事业上逐渐站稳脚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希望有些人不要把重点放在别人的身材上面。 娱乐圈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不知分寸感的男演员们,他们常常借着亲密戏,与与对女演员们伸出嫌猪手,让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让人吓头的男演员。 二,搭档男演员的迷惑行为张铁林在《还珠格格》中,张铁林凭借这个角色,一时之间火遍大江南北,由于她不怒自威的外在形象,从此也是走上了皇帝专业户的演艺路线。 但是在此前她还拍过武侠片,黄阿玛在03版本的《倚天屠龙记》中,张铁林与陶红搭档,两个人在剧中有一段吻戏,堪称童年噩梦。 正常来说,演员在拍吻戏之前都会有相互沟通,是借位还是真稳,如果真稳,是亲什么地方,人家还是嘴巴。 出人意料的是,正式表演的时候,张铁林直接抢吻了女演员,后面还把舌头伸进女演员的嘴巴里,仿佛要把对方吃掉,动作十分粗鲁用力。 亲到女演员面不争鸣,一脸的嫌弃,即使后面导演喊卡张铁林也没有停下来,男女力量的悬殊,无论她怎么挣扎,也没能逃过张铁林这长达四十秒强稳的魔爪。 之后播出的时候,看到吻戏的特写镜头,甚至都吻到拉斯,真的是让人生理不适,尴尬的脚趾抠地。 事后,桃红委屈地哭了起来。 事实上,这段吵架生气的条段没有吻戏的设定,而是张铁林老师的,临时加的, 难怪当时弄得桃红手足无措,表情十分惊讶。 在之后采访张铁林的时候,她反而说自己是为了急性发挥。 艺术现身,是演戏的需要,但是张铁林过分的行为不止这一件。 在一次综艺节目上,张铁林对三十多年没有碰面的女同事,不由分说上去就是的,如此大胆的举动,把一旁的主持人都惊住了。 如此不尊重女性的行为,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又搂又亲,无独有搂,接下来这位男明星的强吻戏码也是让人看得气氛不已。 王大陆《我的少女时代》让王大陆被大家所认识,后面停着喜剧人设和一张大嘴成功出圈。 在《狼剑下》中和搭档李庆有这样一段吻戏,让人印象深刻。 画面中,王大陆十分投入地吻着对方,李庆则是被吻到嘴唇都变形了,神色充满了恐惧与绝望。 电视剧播出之后,喜爱李庆的粉丝们不乐意了,纷纷质疑王大陆是借着吻戏的油透轻薄李庆,表演的是不是太过用力了。 之后采访李庆,他本人说道,别人拍吻戏是接吻,反过像是,定表示再也不想被把火灌了。 可见王大陆霸道用力地闻给李庆心里留下了阴影,把火灌。 即使这样,王大陆还是没有收敛,在参加一次综艺,两个人在此同台的时候,对主持人要求现场表演一段情侣的戏,王大陆手上的小动作再次激起了李庆粉丝心中的怒火,也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声讨。 虽说扮演的关系是情侣,但是王大陆十分没有,在表演过程中,王大陆从背后抱住了李庆,将瘦弱的李庆整个人包裹在了怀里。 更是将下巴放在了他的肩膀上面,重点是手上还不闲着,上下揉搓着李庆的手臂,动作实在是太过亲密。 分蹭感,只见李庆的反应是一脸的尴尬和不舒服,之后采访王大陆,他也只是甩锅给节目中,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的表演。 但是网友并不买账,表演情侣之间的甜蜜并不是非要肢体的接触,不管是节目需要还是什么原因,作为公众人物,在节目上还是要把握好尺度,保持好应该有的尊重和礼貌,注意相处的分寸感,才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接下来这位男演员堪称游历典范,分寸感在他这里根本不存在。 张翰出道便参演了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张翰,很快就在娱乐圈爆红,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后来又多次参与演出了许多生活职场剧,被网友冠上了的头衔,霸道总裁专业户。 去年,他带着的新作品《东巴区的先生们和观众》见面,他不仅是这部电视剧的主演还是编剧,制作人十分看重这部电视剧。 电视剧在没有播出之前,张翰本人也是非常期待这部电视剧友好的成绩,只是没有想到失望来得如此之快。 电视剧第一集刚刚播出,便遭到了众多网友粉丝们的吐槽,直呼张翰在剧中浮夸的表现,让人不忍直视。 太油腻了,女演员即将跌倒,张翰去拥抱女演员的时候,十分刻意去拉女演员的内衣,还给了特写,这是想表达什么? 简单的扶起动作为何要如此演绎? 更过分的还在下面,女演员从起身到被张翰拉,坐到自己腿上,张翰的手直接拖着女演员的,整个动作行零流水,一气呵成,看得让人十分难受。 胸部,除了这些辣眼睛的画面还有难以启齿的,也是大家纷纷吐槽的一点。 你们听听,这是可以出现在台词中的话吗? 一句两句的昏段子,如此多的恶臭剧情,是对广大女性的不尊重。 昏段子,不少网友替女演员发声,这不就是女性吗? 作为编剧,演员的张翰是想要通过电视剧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 是谁给她的自信,凭借这个电视剧取得好成绩? 借戏开游,骚扰播出几天的时间,网上恶评如潮,剧情太过下头,豆瓣停分也达到了最烂的,甚至官方媒体也看不下去了,严厉批评,后面播出没有多久便强制下架。 2点2分,我们看不到这部电视剧的诚意在哪里,里面充满了低俘与恶趣味,张翰的游厉表现,观众只会避而远之。 这一次,游厉不堪的张翰,也算是把观众对他最后的好感,全部给败光了。 原来,此前,张翰参与主演的电视剧《温暖的咸》爆出的花絮中,他就对女演员有过习凶的动作。 这一次他饰演的仍旧是霸道总裁,剧情设定里只有亲的动作,可是拍摄中,张翰的黑手却偷偷摸上了女演员的胸部,后面更是个种稳稳稳,亲到忘乎所以。 这不禁让网友们产生质疑,张翰对饰演霸道总裁的热衷是不是借句痴女演员的豆腐,如此丑态地露,对于黑红我们绝不买账。 三,如何应对在工作中被开游,不管是在娱乐圈还是在普通的职场中,我们或许会遇到或看到召咸珠手,被开游的事情,只是娱乐圈放大了这种现象。 那么,在工作中遇到这种事情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最根本的就是做好自己,不管如何,坚持自己所坚持的,不能妥协的事情一定不能妥协,要坚持自己的底线,学会保护自己。 四,结语今天只是说了一部分娱乐圈不良的现象和演员们不当的行为举止,其实娱乐圈还存在很多乱象,希望国家和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这方面的管理和处罚力度,一改乌烟瘴气的环境,营造明朗的门于风气。 演员们作为公众人物,要严格要求自己,专注自己演技的提升,而不是靠着博眼球,浮夸游腻的表演来吸引观众。 只有好的作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才会被观众们认可和支持。 希望圈外的我们都能保持理性,不盲目追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